神是伟大的供应者 神是伟大的供应者 让我们来一起翻开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也跟我们一起翻开 菲律比书的第四章十九节 菲律比书的第四章十九节 然后我们看上来 我们一起得来读神的话语 好了吗 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一二三 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 荣耀的丰富 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 再来一次 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 荣耀的丰富 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 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很感恩 你能够再度的把我们聚集在这里 我们相信今天晚上 你必借着你的话语按时分量 让我们心灵得以满足 明白你的话语回转归向你 并且生命有更大的改变 更像耶稣基督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 Amen 那今天我的主题呢就是 神伟大的供应者 神是伟大的供应者 那么当我们看这一处经文的时候呢 我相信我们常常都以这个经文来鼓励人 特别是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拿来鼓励人 那么在这个菲利比书这一处经文 写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作者保罗 保罗这个作者 他其实是在监狱里写了这一封信的 当时他写了这一封信 尤其是这一句话 他说我的神必照他在 耶稣基督里荣耀的丰富 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 这一句话是因为 当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呢 他特别的有所感激 他感激什么呢 他感激这一般菲利比的基督教徒 这一些信徒 这一些信徒 愿意的供应他 在这个金钱方面的 这一个方面的供应 使得他写了这一封感激 不尽的一封信 那么当时 做监牢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像现在 你做监牢 有某某人做监牢 不是你 某某人做监牢的话 里面还有阿公的 供应对吗 吃咖喱饭 每个人说 可是当时候呢 这一些做监牢的人 必须要有家人的供应 家人必须要供应他们日常的需用品 家人必须供应他所需要的食物等等 所以保罗当他得着这一个他所需要的供应的时候 他感激 他形容这一般菲利比的基督徒的生命 就这一个奉献的那一个的形容 他所形容 为什么呢 他用三个形容 来形容他们 第一个 就是他说 这个时刻 就好像是 一朵盛开了的花朵 一朵盛开了的花朵 当你看到一朵盛开了的花朵 是多么的漂亮 多么的奔放 多么的美丽 多么的热情 多么的 你对他会情有独钟 所以保罗说 这一般所谓的菲利比的信徒 好像一朵盛开了的花朵一样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在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第十节 他告诉我们 他说 花朵呢 是一朵怎么样呢 在从前 在冬节的时候 在冬季的时候 是被冷冻的 是没有开花的 是枯戒的 但是今天 他已经不在这一个冬季里面冬眠 不在冬季里面 那一种的过渡 而是在这个冬节的过后 茂盛 敞开起来的一朵花 其实他就在比喻成 我们的生命 常常有时候也会经过一些的幽谷 一些的灰暗 一些的阴暗 使到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阳光 但是今天 却看见了阳光 看见了春天 看见了这一朵花的奔放 所以他说 这些人就好像这一朵花 再次的茂盛起来一样 第二 他所形容的这一般 所谓的菲利比的信徒 就好像是一种 得着这个投资 一种属灵投资的盈利 他们得着什么盈利呢 他们赚取了这个属灵的盈利 在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第十七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就好像你们的果子 渐渐的争夺一样 这里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给予的 我们所给予的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给了好多 好多 但是这里他告诉我们 这一般基督徒肯定不会比 上帝所给我们的 上帝所供应我们的多 所以他说 你们肯定是赚取到属灵的盈利 可能是在身体的方面 可能是在生活的方面 可能是在某一种的生意方面 上帝说 我给的总不会少过你给我的 第三种 他形容他们为什么呢 他形容他们是一种 极大的一种的牺牲 极大的一种的牺牲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十八节 他这个比喻呢 是一种在旧月里面 当人要献祭 给上帝的时候 那一个祭物献上去 是一种新香之祭 而这个新香之祭的意思呢 就是说 上帝他非常喜悦 这一般人所供应的祭物 这一般人所给予保罗的奉献 是带出牺牲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保罗在这三个所形容的 这个事件里面呢 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的说 上帝其实是一个伟大的供应者 首先我们要来看 就是神 他是我们供应的根源 他是我们供应的根源 让我们再重新看一看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十九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的神 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 的荣耀丰富 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 那么我特别把我的神 画得特别大 也把它放成另外一种的颜色 在这里 当我们看这个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第十九节 他说我的神 我的神 在这整句的经文里面呢 是第一个最主要的真理 最主要的真理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真理就是说 神他本身就是我们的供应者 谁是我们的供应者呢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 所以保罗他说了这一个最主要的真理 就是神 他是我们的供应者 保罗他自己所写的我的神 他称为第一个 第一位 第一位人就是我 为什么他不说其他人呢 他说我是因为呢 他知道神明明当中 就是一个供应者的来源 他特别感受到 神就是他亲身经历到供应的来源 所以他说我的神 我的神 在旧约里面 神对他子民的供应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这一个神 所说的我们的神是供应者 在哪里可以最初看见的呢 就是在旧约里面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讲到什么呢 他是讲到亚伯拉罕 当他有一个儿子 十多岁了 那么上帝说 你要把你的儿子 以撒献祭给我 那么他恶话不说 也不问什么 他说好 我愿意 我愿意顺服你 我愿意把我的 唯一的儿子 唯一属灵的儿子 唯一上帝所应许的孩子 愿意献上给神 那么当他们一起的 去到摩利亚山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呢 这个爸爸就把这个儿子 绑起来了 然后这个儿子 就会问他爸爸一句话 他说 爸爸爸爸 请问哦 火又有了了 财又有了了 这样子献祭物在哪里啊 真的没有办法可以理喻 就是一个爸爸 要把一个儿子绑起来 是他一百岁 一百岁 生下的这个儿子 他竟然把他绑起来 因为上帝说 你要让这个孩子 献给我 献给我 这个爸爸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我儿 神必自己预备 做繁迹的羊羔 他说我儿 神必自己预备 做繁迹的羊羔 亚伯拉罕 他在那个时刻 就做了一个举动 就是他要拿起那一把刀 把那一把刀拿起来 高高的准备 要宰杀他的儿子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呢 就是上帝阻止他 这样的行为 上帝阻止他 这样的行为 不准他伤害 他的儿子 其实就在那一个时刻呢 亚伯拉罕 就看到在树丛的当中 有一只小羊羔 这一只羊羔 这个公棉羊呢 因为他的脚 插在扣在那一个的 小树丛里面 所以他说 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羊羔 他就把这个羊羔献上 给上帝 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呢 他就在那一地 取名为什么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以乐的意思就是说 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神 必为我们预备 必为我们预备 当我们看见他 那个举动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在想 你怎么把我们的气都行呢 把那一把刀 好像要杀自己的孩子 这个孩子是你 不容易得来的 你真的那么忍心吗 我告诉你 他没有任何的厌缘 没有任何的话 没有任何的疑惑 他愿意把孩子献上给神 难道他不懂上帝的属性吗 我告诉你 他非常了解上帝是谁 他认识他的神是谁 他知道神本性是什么的 而上帝就在这个时刻考验他 在他这个时刻 他的信心是非常的高到极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相信神必有预备 相信他的神是完全可以供应的 他相信他的神 必不会伤害他自己的孩子 因为神不伤害人 神不杀害人 所以上帝 试出他的那个爱 试出他对神的那一个的信心 试出他的生命呢 对神的那一个真正的了解 这个神是谁 我们的神是谁 所以在 本是供应者 神没有不看他 神没有忽略他 神没有在他最低谷的时候撇弃他 神供应他 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你认识你的神吗 你认识你的神吗 我们了解我们的神 有多少呢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当问题来到的时候 当需要来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相信和投靠这个神 就好像亚伯拉罕 就好像宝罗一样 说是 我的神必供应我所需要的 他一定丰丰富富的供应 我所需要的 还是你疑惑了呢 你信了这一位神 你跟了这一位神 有几久呢 你认识他有多少呢 还是你听别人的 多过听神的 你信别人的 多过信神的呢 今天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所信的是谁 你认识你的神是谁 你一定要认识 你的神是谁 因为他是一个大供应者 他必定会供应 我们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的神 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必定要跟他 有美好的关系 第二 我们要来看 神 供应我们的范围 神 供应我们的范围 我们再看看 这一处的经文 这一处的经文 好多的亮光 他说我的神 必照他在 基督耶稣里 荣耀的丰富 满足你们一切的 需要 他说一切的 需要 就是一切的 需要 神 供应我们的范围 有多大呢 神 他供应我们 的范围 有多广呢 我没有想过 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还是你觉得 神供应的 只是那一点点 神 他的供应 的范围 有多广呢 菲利比书 第四章 十九节 他说 神 供应我们的范围 就是 我们 一切 的需要 我们 一切 的需要 神可以 供应我们 一切的 需要 人 供应我们的 需要 非常有限 尤其是我们 有时候做爸爸妈妈的 我们为孩子 劳心劳力的 对吗 我们觉得 我们要为他们 累积一些的财物 累积一些的东西 好让他们 将来去读书 去做什么 都有一笔钱 或者是都有 这一笔的东西 能够帮助他们 度过他们的学业 度过他们的一些生活 我 我记得 在 早一些年前 我的家工常常的告诉我 他说 我呢 把我的孩子送到远远去的 去读书国外 我也知道他们去国外 并不是那么好受 那么 当他说 他说 我把孩子送去国外 我有一些的产物 我就把他变卖 变卖 变卖 我就把这个产物 累积了 就把他 送去给我的孩子 在国外 读书 那么成为一个爸爸的心 就是很希望看到 把他辛辛苦苦所赚来的 把他变卖 希望他能够供应孩子们 读书生活的需要 那么爸爸的心肠爱孩子升级 孩子就坐在我们当中而已 就呢 怎么样呢 就一心就说 好了 我要 我要乘搭飞机 我要去看我的孩子 到底在远方 在远方 到底他在那边 怎么样 他就要去到远方 然后呢 他说 哎呀 你都不知道 真的很辛苦 我就心想怎么样 辛苦 他说 我要乘搭那个巴士 又不知道我的孩子 住的地方 地址在哪里 你看我有没有 够力 他说 真的很够力 我说 哇 真的有点够力 有危险 但是他说 我乘巴士 要去到某某地方 我也不会表达 不知道哪里的时候 他说 这个巴士司机 也狠狠地把他 赶下巴士 他说 You Get out 他说 你下车 哇 他慌了耶 他远远 从马来西亚 要去到澳洲 去看他的儿子 怎么样 有没有被供应到 他说 You get out 哇 突然之间 抖 他说 你这个越南人 他说 阿嬷是越南人 我们相信 那个时候 应该是 在越南 一些事故 还是怎么样的 在那边发生了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爸爸 哇 就鼓起勇气来 因为对孩子的爱 对吗 都变卖了这个 变卖那个 变卖那个 就把钱送过去 希望孩子得着 供应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了 他鼓起勇气 要说 我做什么 不能够上车呢 我不是越南人 我是华人 我是马来西亚华侨 哇 这个爸爸的心 爸爸的心 你可以看到吗 结果他上车 他找到他的孩子 每一次 当他讲到 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眼泪 就要流下来 我心里面是觉得 哇 我真的很感动 哇 这个爸爸 真的很爱他的孩子 他还供应 他孩子的需要 但是我也知道 爸爸变卖这个 变卖那个 供应了孩子的需要 还是不足够 孩子 还是要在那边 做part time 找生活费 对吧 找生活费 爸爸在这个世界上 多么爱自己的孩子 多么愿意的 供应他孩子的需要 希望得着供应 希望得着帮助 但是爸爸的供应 非常有限 地上的爸爸 地上的父母的供应 非常有限 有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 赚取一切 为了供应 我告诉你 还是某一些地方 我们供应不来的 因为 我们的供应 很有限 很有限 即使我们爱我们的孩子 即使我们有 那一个的充力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的供应 是无限的 是无限的 要把你的孩子 要让他们知道 你的孩子 必须要依靠 这无限的神 因为他可以供应 就算他去到国外 我们还是要告诉他 嘿 上帝能够供应你的孩子 上帝能够供应你 一切的 需要 因为他是全知的神 他是全能 全知的神 诗篇139篇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神啊 认识我们啊 认识的不得了 他认识到我们 知道我们怎么想的 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 知道我们还没有 讲出任何一句话 他都已经知道 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了 他都已经知道了 神 他不只是全知的神 他还能够满足 我们一切的需要 还能够满足 我们一切的需要 他能够满足 我们肉体的需要 他能够满足 我们情感上的需要 他能够满足 我们灵性上的需要 他还可以满足 好多好多 人 做不来的 满足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今天你的肉体 有什么需要吗 你的情感上 有什么需要吗 你灵性上有什么需要吗 我得到很大的一个感动和安慰 就是在我们的小组 有一个姐妹 最近她的儿子来信主了 我觉得上帝真的是 很奇妙的 当他每次都说 我为我的孩子 我为我的儿子 祷告 祷告的时候 还没有信主 过去的日子 真的不堪设想 但是他说 我还是祷告 在对的时间 上帝满足了他的需要 满足了他 使他看见 他的儿子 媳妇 孩子 全部来到教会了 感谢主 这就是上帝能够做的 这就是上帝能够做的 当我们想到 以利亚这一个先知 他从也许别的 这个王后逃出来的时候 他非常的有需要 他非常的有需要 是在哪一方面呢 就是只有食物跟水而已 上帝满足他 什么呢 食物跟水 在这个的 《猎王记》上的 第十七章 四跟六节 当你不断地看下去 整个故事的时候 上帝 供应他 最大的需要 就是食物和水 上帝不会 供应我们 心里面的贪婪 很多时候我们说 不如上帝 你再供应我更多的钱 大洋房 大物质 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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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物质 更多更多更多美好的食物 更多更多美好的东西 更多漂亮的东西 但是上帝 不会供应我们的贪婪 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所以千万不要告诉上帝说 上帝供应我很多 很好的一些iPad 很好的一些的手机 很好的一些的先进的东西 上帝说 他会满足你的需要 他会满足你的需要 今天是否 你带着身体的病 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说上帝啊 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医治 我真的很需要你的触摸 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 你有没有在金钱上 非常的困难 你说我真的是 金钱上周转不来的 周转不来的 真的 你说上帝啊 我能够怎么样 我能够怎么样 真的是一个见证 最近我很怕打开我的荷包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最近的钱 好像水猴在那边射出去的 射出去的 所以我每次都不敢开我的荷包 有多少钱 但是我总是相信 上帝啊 你一定会供应的 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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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帝知道我的需要 这边需要的时候 那边来了 那边有需要的时候 这边来了 所以变成呢 上帝知道呢 我的需要是在哪里 而今天我还是告诉你 有些东西 当我闭上眼睛要睡觉 有时候我会想 某一个事工 我要记得 那边有一个需要 有三个地方 需要在那边 但是今天 虽然 我还是还没有看见 那个需要 因为还没有来临 但是我相信 神他是供应者 可能你在这边等待的 你说 哎呀 上帝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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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可以 得着这个满足 因为我还在等待 让我们一起学习等待 说上帝 在你的时间里面 你必定会满足 我的需要 所以今天我不晓得 你需要什么 可能你需要力量 可能你需要得释放 可能你需要 上帝帮助你 过关 可能你真的是负债累累 需要过关 可能你需要一些的 资助 可能你需要 人的帮助 可能你需要 好多的安慰 可能你需要很多的鼓励 我告诉你 上帝 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 需要 他能够 他能够 所以今天你的需要是什么 把你的需要 交给上帝 把你的需要 告诉上帝 你说上帝 这就是我的需要 让上帝来供应我们 上帝 必定会垂听我们的 祷告的 再来我们看呢 神 他不只是 一个 供应者的来源 他不只是供应 我们的 这个 需要 神 他说 他是一个供应的 标准 神 供应的标准 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看 神的话语 我们再看回 神的话语 他说 我的神 必照 他在 基督耶稣里 荣耀的丰富 满足 你们一切的 需要 他说 神 必定会照着 耶稣基督里的 荣耀 的丰富 供应我们 一切的 需要 他的标准 要供应我们的 需要是在哪里呢 他的标准 在哪里呢 第一 他供应我们的 那一切 一切的 需要 首先 那个标准 就是 我们 必须 就是要 领受 救恩的 人 我们 必须 要领受 耶稣基督 他 领受 那个救恩的 孩子 第二 神 可以赐给我们 那所谓的 荣耀 的丰富 是指什么呢 那荣耀 的丰富 就是说 我们可以 从他那一边 知取 他的恩词 我们可以 从他那一边 知取 他的恩典 我们可以 从他那一边 知取 他的荣耀 所以我们可以 从他 在天上 所存有的 一切 知取 成为 我们 需要 得着满足的 地方 这就是 他给我们 成为 他孩子的 盼望 这就是 上帝 要 给我们的 美好的 丰富 那么你说 上帝可以 给我们 什么 有时候 你说 人可以 供应我们 只是那么 有限的 只是那么 有限的 但是上帝 供应我们的 就是好像 拿一张 的支票 出来 这一张 支票 是他 签名的 而这张 支票 名字 上面 是写着 是付给 我们的 那么 这个支票 是由我们 自己去写 我们的需要 是什么 你写 我的需要 我这个 债务方面 需要 被满足 我的 身体的状况 我身体 不多好 我需要 被满足 我家里面的 孩子 不是 很好 我需要上帝 你来帮助 我 生命里面 需要 金钱的 帮助 我需要 被满足 上帝说 你尽管 写完 你一切 的需要 在我给你的 支票上面 让 上帝 一切 荣耀的 丰富 他 荣耀的 恩典 他的 恩慈 他的帮助 他的恩典 完全 赐福 给我们 这就是上帝 他的标准 他的标准 是那么的 美好 是那么的 美善 是我们可以去 知识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想 一些事情的发生 某一些事情的发生 某一些状况 处境的出现 某一些 罪恶的发生 问题发生 我们很多时候说 每一次依靠上帝的时候 问题总是来的 问题总是出现的 我们的心开始 对上帝冷淡了 我们会不会来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的情况 我们放弃 相信神了呢 我们说 我不要再相信上帝了 我要用我自己的智慧 我要用我自己有的存款 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 来去解决 这一切 一次又一次 发生的事情呢 上帝说 只要你今天 愿意再为我敞开你的心 愿意 愿意再敞开你的心 给上帝的话 上帝说 我有能力 帮助你一切的需要 一切的需要 一切的需要 是一切的需要 依靠他 一切的丰富的需要 所以今天 不要忘记 神的标准里面 是充满着恩慈 是充满着恩典 是充满着 他的荣耀的 你就向他支取 向他支取 神必在我们的当中 供应我们 最后呢 我们要来看 神供应我们的 先决条件 神供应我们的 先决条件 我们要看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十八节 他说什么呢 你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二三 再来一次大声一点 一二三 Amen 这个经文 保罗在这边解析 菲利比教会的信徒 他们的奉献 是一种新乡之祭 是一种新乡之祭 神所喜悦的 这个贡物 所喜悦的 这个奉献 而这里 就是象征了旧约的那种奉献 的喜悦 神愿意 神喜悦 神愿纳他们 所给予的奉献 而保罗在这里 他在说什么呢 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这一般菲利比的信徒 他们是牺牲的 给予这个的奉献 他们不是 在很松懈的时候 他们不是很松动的时候 他们不是很方便的时候 给予这个奉献 给保罗的 他们是在困难的当中 不是很方便的时候 在他们有情况的时候 在他们 既不是很方便 不是很有钱的时候 他们愿意的 牺牲的 大量的 给予出去 给保罗 而这个 就是上帝 所讲的 这一个 先决条件 我们所给予的 就是牺牲的 给予上帝 决定的 决定的 保罗 保罗说 因为 这一般人 他们看重的是 神的目的 神的旨意 神 他的国度的事情 他们不自私 他们愿意看到 神的事情 能够成就 保罗 保罗是神 所使用的 仆人 被关在监牢里面 他们觉得说 上帝的仆人 要被供应 我们牺牲的给予 我们愿意祝福他 因为他们将会去到世界各地 传扬上帝的福音 我们愿意做 上帝的工作 我们愿意牺牲的给予 这就是不自私的行为 这就是他们 所给予的 那一种的爱 和牺牲的供应 所以因为这样 有了这十八节 因为他们的牺牲 才有第十九节 因为有第十八节 保罗才接下来十九节说 上帝 必照着 耶稣基督 丰丰富富的 荣耀的丰富 赐给你们 一切的 需要 所以神供应我们的先决条件 是什么呢 就是在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三十三节 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要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 必定会赐给 你们了 你们要先求的 是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一切 必定会赐给 我们了 神在教导我们 怎么样成为 祂孩子的本分 很多时候 我们进出教会 但是我们没有成为 神 孩子的本分 我们只会说 上帝你给我 给我 给我 应该要给的 然后过后 并没有遵行 祂的意思去做 并没有 跟随上帝 并没有 遵从祂的话 可是今天 上帝说 你要得着 上帝的喜悦 你要得着 上帝供应的话 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先把神放低 先把你的生命 活出神的义 活出正直 活出上帝 要我们活出的 跟随祂的道路 相信祂 信靠祂 跟随祂好好 上帝说什么呢 你和我 就越来越靠近祂的仓库 祂的仓库 就是等待着 我们这一般 先寻求祂的国 和祂的义的人 祂的国 和祂的义 就是我们 饥渴慕义的人 就得着满足 主导文 他怎么说呢 愿神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 天上 然后 才有 接下来的那一句 对吗 那一句讲什么呢 我们日用的饮食 赐给我们 你要神 赐给我们 满足我们的需要的 上帝说 寻求祂的国 和祂的义先 寻求祂的国 和祂的义 保罗这里 接下来就说 神就必定 必定 会赐给我们 一切 一切 一切的 需要 所以今天晚上 让我们 来思想神的话语 我们要来思想 神的话语 好不好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来思考 神的话语 是的 神就是我们 供应的根源 神就是我们 的供应者 祂是我们的伟大 供应者 神 祂有能力 供应我们 一切的需要 祂赐给我们的 是丰丰富富的 只要我们 接受了祂 耶稣基督 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而我们的本分 祂赐给我们的